法界之心 作者 易渡门 杨宁 第二部 如月 第二章 西藏之旅 第二集 5月30日 谈偏见 现在很多修正佛法的人 没有经过任何严格的实践功夫 就对流传了2000多年的佛法教程 教理 宗门 宗派 指指点点 品头论足 显宗指责密宗 密宗不屑显宗 小城邦大城 大城贬小城 而且争论愈演愈烈 大有为正法的弘扬而现身 扫尽一切旁门外道之正气 殊不知 这些人已经死在了他坚持的宗门宗派 教法教理中 佛陀的教理教法 揭示了宇宙的真理 是能经得起恒河沙结束时间的考验的 他的身广不是娑婆世界的众生 凭借一点点聪明博学 凭借一点点智慧去以文解字 用带有贪嗔痴的眼耳鼻舌身意就能理解 就能说清楚的 况且佛法从创立开始 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 他在不同的时间段 不同的地理环境 社会环境中 他将以何样的面貌出现来度托众生 也不是那些死板着古老教条的条文 来认死理的人 可以清楚的 在娑婆世界佛法的弘扬 怎样能在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人文环境中 对众生能契机契礼 去弘扬佛法 才是真正圆融的行 否则只能阻碍正法的传播与弘扬 曾经 大乘佛法因局限于经验哲学的范围之内 而且以思辨繁琐的学风 脱离了广大群众 使大乘佛法在印度本土逐渐衰微 而印度教却融合当时印度的各种学说 包括佛教 而复兴起来 大乘佛教为了适应新的形式 从而挽回自己的颓势 因此积极接近印度教和婆罗门教 从他们那里开始接收曾经竭力批判的东西 如 攘灾 祈福和秘咒等观念 并对此进行合理化和佛教化 最后形成相对独立的密教体系 所以 早期的密教里结合了印度教的内容 而当密教传入西藏时 又与当时西藏的传统宗教势力 本波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最后为了佛法在西域立足 利益友情 其在内容的一些传播形式上 又揉进了本波教的一些仪式 仪轨和内容 但当时藏地弘扬密教的大师们 却遇到了佛教显宗僧人 与本教徒及其代表势力的双重迫害 他们被本教徒认为是传播佛教 而佛教徒认为他们在弘扬本教 比如 从继莲花生大师后 在藏地弘扬金刚城密法的皮卢浙纳大师 他一生坎坷的弘法道路就可见一斑 但正是由于这些不没守成规的大师们 在佛法弘扬形式上的变通 施教上的善巧 使佛教正法以藏密的面貌 出现在了广阔的血域地区 而且生根 发芽 结果 一直到现在都在利益着血域友情 出现了无数因修炼密法而成就的高僧大德 如弥勒日巴大师 热罗大师 宗喀巴大师 以喜加措等 他们的事迹在汉地都广为流传 谁能否认他们存在的事实 而他们也绝对不会承认 自己是印度教或本波教徒 他们是真正的佛教徒 因为不管佛法传播的形式怎么变 对积怎么善巧 佛法的本质和精神却始终在那 故真正的佛教徒一定要在学教理的同时 把佛陀的教会付诸实践 只有这样 你才能抛弃各种偏见 不是死教理 人云亦云 盲目否定别人的体验和观点 盲目否定其他宗门宗派 进而盲目诽谤一些真正的成就者 因为他们比你更加了解末法时代众生的根基 他们更懂得怎样去弘扬佛法才能契机 才能让更多的众生走上法船 为了让所有的孩子脱离五毒火宅 也许诸菩萨会使用种种善巧 种种承诺 种种玩具 以诱惑众生 如果你没有慧眼 你还五毒在身心赤胜 你还不能心安 在生死面前还有疑惑 那闭上你的嘴 管好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让自己的身心先最起码清静起来 不要比移人天成的功德与福报 末法时代众生 大部分人连这点福报都快丧失了 不要再增加自己的口业 既然魔王能披着袈裟 引诱佛子佛孙 难道诸佛菩萨就不能现魔王像去降伏魔子魔孙吗 你在着什么像 魔像佛像还是文字像 你的六根清静了吗 你的身心已与道相应了吗 你学法已升起殊胜的功德了吗 那样你才有资格去否定别人 去诋毁其他宗门宗派 否则哪个是佛说 哪个是魔说 哪个是正道 哪个是邪道 不是心构污染严重 又六根不尽的人能分辨清的 还是希望自己从每一个起心动念 都减少偏见 嫉妒 称怒 多积累功德福报 以其自己能与诸佛菩萨的慈悲 不爱相应 与善法相应 使自己重善因 而最终得善果 5月31日 今天早上六点半多起床 去布达拉宫转经 我发现布达拉宫的上空 又出现了那只巨大的转经筒 但上次念经的法王一直未出现 我未拿转经筒 只是口里念着 六字真言 收射心神 一步一步地走着 十几分钟后 身体开始变成轻盈透明的光 慢慢光也开始虚无 只有心轮部位似有一个旋转的转经筒 几分钟后 转经筒也化作飞速旋转的无数光点 围绕一节花蕊似的白光在旋转 听到有地球转动 轰隆轰隆的声音 转第二圈时 祈求不失的人开始多了起来 我学别人的样子 把50元换成一脚一脚的零钱 看到有要钱的就给一脚 要钱的人有妇女 小孩 老人 残疾人 喇嘛等 因心中无相 眼中无相 诗也空 兽也空 一脚一脚前 从我手中不断递出去 就像大家在做一个传递纸币的游戏 在编布诗 编转经的途中 我的身心慢慢地融化了 全身暖暖的 似乎每个细胞都是一颗心在闪光 我感觉到自己在消失 我连透明的光也不是 也不在任何状态中 无挂 无爱 无助 我只在众生接受不失时贪婪的眼神中 悉意为常的面无表情中 在众生被各种欲望捆绑的苦难中 重生慈悲 而且愈来愈重 那种力量强到让我举步维艰 欲哭无泪 让我透不过气来 回到宾馆已是上午十点多 便未打坐翻看了一本书 在书中看到作者在密宗的见地上还是到位的 但见地不圆满 对禅宗的一些祖师的所作所为 如贺佛骂祖 一些疾风的对答等都存有偏见 其实一切法门都是为接引不同根基众生的善巧方便法 明知这些又执着什么呢 这也是作者不能真正了解禅宗祖师的正量 以及他们对应接引的弟子的根基 其实 选修禅或密 只是不同根基众生进门的下手处不同 登堂入室后 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大师都一定会抛却门户之见的 没有任何一宗一派是更圆满 更殊胜的 6月1日 在修道之中 爱我们的敌人 爱恨我们讨厌我们的人 并不是说我们在红尘做事中不提防他们 那样我们将会事事无成 菩萨爱众生 就像我们虽知道父母有缺陷 但我们还是敬爱 感恩父母 就像父母虽知道孩子不学好 行迹恶劣 但父母还是要爱 关心 引导 教育孩子 虽然爱众生 却知道众生的劣根性 知道哪一些众生想把自己送上十字架 知道在你行菩萨道中 那一类众生将成为绊脚石 凝变这些才是菩萨的智慧 才是对众生智慧的爱 圆满的智慧的爱是建立在空性之上的 不是怜悯 同情 儿女情长等等的世俗感情 就像西藏热罗大师 对阻碍正法弘扬的一些大师 全部用杀的手段 将他们超度到文殊佛国 这是建立在空性之上的智慧的爱 是无有任何挂碍 私情的爱 他不怕别人去诽谤 责难自己 他用自己的能力 神通 为正法的弘扬 扫除障碍 保护了正法 保护了弘扬正法的善知识 使佛法以一种世俗的事业发展时 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 所浪费的时间 精力 上午看至尊宗喀巴大师传 6月3日 昨晚睡眠不好 快4点才睡着 自己这段时间艳离心太重 看着七情六欲里的众生像 观世界过眼烟云般的繁华热 看一切事物的生生灭灭 凯书里为一个观点 争得唇枪舌剑 不惜用刻薄尖酸的语言 贬低对方的名人大德们 自己在平静中 有时会生起深切的冷漠与艳离 慈悲心生起的时候甚少 6月4日 早去布达拉宫转京 天转冷 但转京的人还是较多 在空中 对我学密法 受灌顶 尽美捧错法王 早上又简单做了一个法式 密法是很注重缘起的 先是在布达拉宫上空 出现一巨大的鼓 有人把鼓敲响后 空中出现了法王的半身像 在远方的天空中 出现圣虎女神 两侍女抬一很大的宝瓶 而且有两只凤凰 用口咸一黄布的两脚 布上写着藏文 欢迎菩萨到来等字 女神让宝瓶向下倾倒 有许多宝石像雨点一样 从空中落下来 两边的天空上 像被火红的晚霞笼罩 放着红光 法王用藏文 唱起了高昂的赞歌 同时还有一位佛母的女生 喝着一起唱 随着鼓声和歌声 从布达拉宫 冉冉升起 宗喀巴大师的像 像的形象 与我屋中供养的一样 但很巨大 似乎淡满了半个天空 我想 这大概意思是我将得到 宗喀巴大师的传承 随后 又看到东面的空中 有巨型布画 释迦佛出现 佛像四周 有无数密宗护法 金刚 空行等重 女神清道宝瓶的意思 象征财富和法语 随法王的歌声消失后 大鼓与其他景象 也慢慢消失 空中还出现许多藏文的字母 我未知其意 鼓消失后 布达拉宫上空又出现了 每天都出现的巨大的转经筒 不停旋转 这几天看了西藏修正佛法之王 热罗大师传 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等书 这些书中都有各位大师修正的历程 显现神迹与弘法立生的大量事迹 使每一位学者敬仰恭敬之鱼 都羡慕大师们与生俱来的法源 但书中却没有提到每一位大师在学法前的心地 我认为 每一位大师在未接触佛学前 他们即使在年幼 都一定是做事会公正无私 慈悲喜舍 善恶分明 他们有的顿厚朴实 不知吃亏为何物 有的天生率直 坦诚的像一块朴玉 只有这样的心地 他们才可能得到诸佛菩萨垂爱 才能有殊胜的法源降临在他们身边 也只有如此的心地才堪称法器 任何珍贵的法倒入其中才不会变味 而在这种心地上 佛法的种子一旦菠萨 便才会迅速开花结果 而这些大德们 也许他们开始学法时 他们也有贪嗔痴 也有七情六欲 但在关键时刻 他的心总是超越世俗法的 故在红尘中 他们的行为也一定超越俗情 他们一旦见到佛法的真谛 便如狮子扑石一样迅猛的精进 能够顿时跳出俗情的牵绊 能够为追求真理而忘我 而所有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他们从一开始 就具有一颗在五浊恶世中 一一生辉 如金子般珍贵的心灵 诸佛菩萨看到他们 如在沙利之中看到了珍宝 喜爱呵护 有如此心灵的人 必将成为圣法的宠儿 显宗各门各派的心法 与密宗的心灵并无不同 只有一个 这才是佛法的真谛 法门的不同 只是契合不同根基众生说出来的 只是让不同的根基众生 在修正中有个下手处 登堂入室后 自知门里风光 语言所说总是有缺陷的 没有到过绝顶的人 只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 总不能圆满 与别人争论 如想说服别人 试问自己还有无疑惑 真的能了生死 真的做得了主 明白自己生从何处来 死到何处去 真的能用佛圆满的角度 去看待生命的源起 宇宙的本质 那时你才有资格 有资本去说服别人 否则争论毫无意义 也许我们能从理论上了解 色空不二 了解无生乏忍 不生不灭的境界 但如你还没有体悟 没有正德 那这个了解是不圆满的 你的见地 还离佛的见地 十万八千里 六月五日 经看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 宗喀巴大师的修正体验 与自己修行中很有相似之处 摘录如下 大师曾说 现在由于修养善妙熟悉 在厚德时 即下座未修时 亦能见所有各种现象自信 本空如唤起 为合入空性印证的庸俗现象 即凡福建为时有之相 大都不能陷起了 大师的道琴歌词也说 注定空性如虚空 厚德如幻之空性 修以幻空双运修 赞菩萨行道彼岸 如是之以片面道 心不满足绝与彼 善缘诸归我亦修 叹如亦能如是行 下午打坐 只念一个嗡字 观嗡字在中脉里 从顶轮一直排到会音 发音时 嗡在振动 整个中脉的气流也在振动 而且瞬间生起白色的光柱 光柱在振动时 绝全身的每个细胞都随着振动 身体里散乱的气 随振动自动归入主脉道 自然矫正 只念了一会儿 便浑身发热 身体完全成为炽热的白光 而且似整个宇宙也随着振动 身心融入整个宇宙之中 6月6日 昨晚下了雨 打开窗子 一股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 透过窗户 看到周围的山都照上了白茫茫的一个雪顶 在山腰间 不断生腾的雾气 形成了一抹抹白云 缠绕着山栏 很快 云天相连 白矮矮的山顶便隐在云雾中 已经是6月份了 在拉萨附近的低矮的山上还能看到雪景 很赏心悦目 因窗外是一片校园的操场 很宽阔 操场上有绿融融的草坪 而且在校园周围和操场边都种了很多树 现在也都郁郁葱葱 远方的雪山在葱绿的树木映衬下 显得更加圣洁神奇 我发现自己对西藏的雪山 不管是高还是低 不管是什么形状 都会油然而生喜爱之情 上午去折磅寺朝寺 折磅寺入口建在山脚下 但要到后面的大殿 需要一直爬台阶 弯弯转转快到半山腰 在开始的一个大殿中 有五式达赖喇嘛的高大法座 我供了一些钱在法座上 闭眼礼拜时 只见法座上方的空中忽似开了一道金色的门 从门里推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法座 这时 只见有两个法相庄严的喇嘛 手指金弧为我灌顶 我的身体变得透明 然后有人为我带了一顶五佛冠 我脚踩莲花登上了法座 并穿喇嘛的衣服显南向 听到空中传来木鱼声 鼓声 铃声 并有声音说 愿菩萨能广宏佛法 利益学育友情 头上有天花乱坠 再继续往后走 有一殿的墙壁上 画着阿底侠尊者的画像 我便礼拜 忽建墙变为虚空 阿底侠尊者坐在虚空 拿起一叠书送我 并说 这是菩提道次第灯论 和菩提道次第广论 我希望你能利益学育友情 并伸出右臂 用手为我灌顶 我看到自己通体变为金色 而且在海底轮开了一朵金莲 阿底侠尊者说 你将为金色观音 然后我看到尊者把手臂收回去 整了整肩上滑落下来的衣衫 图像忽然消失了 再依次往后走 有一个殿中供着很多佛像 我认不出来 有一尊护法像手里似捧着一个心脏 样子恐怖 我礼拜了一下 忽建自己身体里的心肝五脏 统统从身体里飞到了空中 肠子还与自己连着一点 自己除了头两腿什么也不剩 在刹那间自己的恐怖感消失了 看自己的内脏 与看屠宰场里摆放的动物的心肝五脏一模一样 对肉体无任何依恋和贪爱 那些脏器忽然一刹那间又飞回了我的身体里 我又拜了拜那位护法金刚 感谢他的加持 在进入供着常寿佛的殿里时 我看到眼前的佛像突然长出层层叠叠的头 而且还在不停地往出涨 我有点诧异 不知是何意思 只听一声音说 菩萨有千手千眼 我有一千零八十个头 助菩萨长寿 随此声音 我见长寿佛伸出无数手臂摸我 及周围所有人的头 在拜其他的佛殿时 都有很多佛菩萨的手 一起放在顶上加持 自己常看到自己通体光明或发出金光 在进入最后一个殿里 供着大威德本尊像 我礼拜时 忽看到自己变成黑色的大威德本尊 从天空忽坠下一灵一处 我分别拿在左右手 只见自己变得牛头冲空中一扬 威武的吼了两声 听一声音说 你已得热系传承 而且空中出现无数金莲 隐约有诸佛菩萨的像 听喇嘛讲 在大威德像的里面 有热罗大士的肉身 在大威德本尊外面的店里 我还供了喇嘛一些钱 要了一壶酥油茶 坐在大殿的红色垫子上 手捧着酥油茶 闻着那浓浓的酥油茶香味 看着面前点的一排排酥油灯 微微晃动的明亮的火苗后 是画着藏传佛像的五颜六色的墙壁 自己的心清静自然 似乎变成了一位淳朴的藏民 已融入藏族的风土人情 正置身于藏传佛教远古的历史中 从哲邦寺出来 在寺院门口的地摊上 请了一尊四壁观音像 和一尊释迦牟尼佛像 6月7日 随比 回归 孩子 妈妈从故乡来 妈妈翻越圣洁的喜马拉雅山雪峰 在释迦佛正道的菩提树的指引下 沿横河潺潺流水 一路寻你而来 途中 妈妈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在那不断升起的慈悲的爱的光环中 妈妈震撼了 妈妈化作一颗巨大的泪滴 从空中坠落 孩子 妈妈看到你时 妈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孩子 告诉妈妈 你贪了吗 你一定是贪了 否则你怎么会把自己 包裹在这么坚硬的 我值的壳里 不得自由 世界如此之大 找不到你立足的位置 妈妈曾告诉你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有毒的 你不能贪恋 你要少吃 少拿 少占有 只要能维持你的生命 就可以了 这样你才能中毒甚少 有能力返回故乡 但你却忘记了妈妈的忠言 你看你手里拿的这块宝石 这在故乡可以随处碱食的东西 你却在不停地把玩 贪爱的毒在你心中赤胜 你看你怀里抱的这个女人 是一个不懂羞耻 不懂爱为何物的毒舌所变 你却对她低下你那曾贵为太子的头颅 抚下你那高贵无比的圣体 让她的淫毒在你玻璃般的体内 孩子 你认不出妈妈 你看不到妈妈 你的眼睛忙了吗 你一定是瞠怒了 为了什么 孩子 为了什么使你瞠怒 使你失去与生俱来的宽厚 慈悲 容忍的品质 就为了那几块宝石 为了占有那个言语的女人吗 让你不再原谅你昔日的兄弟朋友 让你瞠怒曾有恩于你的人 让瞠怒的毒烧伤你明亮智慧的眼 让你昏了头 忘记自己是谁 把沙利当珍珠 把毒药当美味 忘记你曾拥有的一切 忘记你的富有 孩子 让妈妈带你回忆故乡的美和你的富有 你曾从妈妈的无欲而生 你的法体圣洁经营 人不能逝 因仙尘不染 三千大千世界在你的每个毛孔被照耀 灰印 你的心量 法体 宽广的 无生命能测知它的大小 你的故乡金玉铺地 宝树成行 你的法力无边 所需随心所欲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你可以随其所愿从妈妈的肩上生 效忠生 眼神生 你也可以从欲界的三恶道生 但你从未堕落过 染灼过 你甚至可以不生而生 曾有无数圣洁的空行母 天女为你而生 她们冰清欲洁 不落俗臣 不知欲为何物 她们迎绕你 环抱你 用似水的柔情 滋养你 她们的美 能碧月修花 沉于落雁 孩子 你曾住在琉璃为地 金玉为床的皇宫里 跪为王子 你也曾化作一颗小小的宝珠 躺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中 一滴甘露就能成长 把莲花当摇篮 被无数菩萨摸顶加持 你也曾游戏天界 不知烦恼为何物 孩子 这次你怎会堕落得如此之深 迷失得离妈妈这样远 你的眼睛看不到妈妈 耳朵听不到妈妈的声音 你的我直 傲慢地像坚硬的铁甲 把你层层禁锢 使妈妈温暖的手触摸不到你 更要你的多疑和妒忌 让妈妈与你之间陡然化出一道银河 只能隔岸相望 孩子啊 妈妈会生生世世坚守在此案 生生世世铸造大法船 等待你的回归 孩子啊 妈妈再告诉你 不要贪恋占有此世界的一点点东西 把他们视之如粪土 毒蛇 不要称怒 抱怨与你一样迷失在一厢的兄弟姐妹 用你的宽大博爱 真诚地原谅他们 爱他们 这样 你身上的毒才能洗刷掉 你坚硬的铁甲才能自然脱落 那时你即刻便回到妈妈的怀抱 那时 你会重新拥有你的巨额财富 孩子 妈妈知道你现在并不相信妈妈的话 你刚才问我 你究竟是谁 我看不到你 摸不到你 听不到你的话 但我却感受到你的存在 我在痛苦矛盾之中挣扎 我无奈 不知怎么办 我迷茫 如你是我的母亲 请告诉我 孩子 妈妈心痛 落泪 孩子 在一位迷失了自己的孩子面前 妈妈已消失了 妈妈是你的良心 妈妈是你的尊严 妈妈是你的无私 是你的一念向善 是你的圣洁 是你的宽容 是你的一念无欲 是你的一念对五毒的艳离 是你的一念解脱的心 是你渴求的全然的爱 妈妈虽生生世世坚守在银河的岸边 却生生世世活在你的心里 当你的心中感念母亲 当你的心对此世界开始艳离 妈妈将极客从轮回之中 从堕落之中 就把你带你回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